大家关于林志玲姐姐来说那是再熟悉不过的人了,如今在文鱼圈已经是打拼了很多年,如今收获这么大的成功和她这些年的默默的付出是离不开的。林志玲不止颜值高,身体也好,最主要是才气是非常高的。 典型的我们的气质女神,如今在文鱼圈里面的地位是非常的高的。我们了解过林志玲的都知道,她不只是外表上的女神而且情商也是非常的高的,所以在文鱼圈里面的人员也是相当的不错的。 就比如说林志玲遇到一些体型条件不怎样适合和相符的人来说都是非常的体恤照顾别人的感受的。 我们都知道林志玲的身高是比较高的,有时身高稍微矮一点的讲话的时分或许是站在一同的时分都会半吨式的尽量让自己和对方之间的身高坚持一定的高度。 假设单单是从照片来看的话,我们是无法看出她如今已经有42岁的年龄的,如今保养的都是非常的好的,容貌就像20多岁的大姑娘一样。 我们都知道如今功成名就的林志玲都仍然还没有找到自己适合的另一半,还没有遇到自己适合的人选。 基本上和她在一同出场公共场所的男人都是被赶得有面子的,所以有很多的异性的冤家都是非常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但是有的时分林志玲还是会吃亏的,由于有时候有半吨的举措的话是非常容易走光的。 所以林志玲姐姐下次在这样的时分一定要留意到细节。 有的时分我们会经常的发现可以是我们林志玲太过于热情的缘由,容易清静,经常性的被很多的男性冤家开由。 这个也是破于无法,但是我们如今还是关心林志玲如今还是单身原因。 很多的时分都是在找缘由为什么到如今还不找对象。 最近在一次采访当中作为林志玲的闺蜜的黄博曾经表示,林志玲之所以如今还没有找到归宿是由于她太优秀了,谁取她的压力都是非常的大的。 而且像她这样的女神级别的人物要求一定是非常高的。 有的时分优秀也是一种病啊,变成了鹤立姬群了,变得孤立了,很多网友也是纷繁表示要是换做我我也不会去。 难道优秀也是一种罪过? 我无想会告诉你。 谢谢你,谢谢你。 Jega完了。 我优秀首的精通的对象communир�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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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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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绍地组组组组织, basta我 извест laps这么粮绍地组组组织绍 Introdu如果让我携和她用复壁就会更手并ei flutta组组织精通ク以及这变 Idiots'实演组组组组组组织织绍振已小真的。